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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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崖是大规模火山喷发的熔岩冷却时 遭遇地层海生而形成的罕见放射状 树状结理地貌 那么南西江流域内最富盛名的巨型石峰石为岩 这处笔墨难以描画的奇景背后 又潜藏着怎样不凡的身世呢 同行的地质专家认为只有采集包括封顶在内山体不同位置的岩石样本进行分析 才能解开它深藏的地理密码 于是考察组跟随一支专业登山队伍向这座陡峻的险峰发起挑战 石为岩的垂直高度为306米 这条位于西北一侧的登山路径 总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的垂直高度约为70米 坡度较缓 攀登相对容易 第二段是岩一道深长的练系 垂直攀爬约80米的区域 难度较高 第三段 继续沿绝壁垂直上升约150米到达山顶 这是距离最长 攀登难度最大的路段 即便对于专业的攀登者 也是千巨的挑战 上午10点30分左右 考察组顺利完成第一段攀登 按计划 考察组兵分两路 一支由专家带领留守平台 利用航拍观测山形地貌 另一支则跟随专业人士尝试登顶 并在山体的不同位置采集岩石标本 穿过树林 考察组来到了绝壁附近 探险队队长方浙介绍说 前面的路更加危险难行 因此要求大家原地修整 穿好装备 这封好大 对 是吧 三脚底下没有封 您慢点 这封好大 这好复杂的装备 从这进去 这是全副武装 好方队 就是现在接下来 我们马上 我看这前面绳子都已经布好了 这个 等一下我们就从这走上去 对吧 对 从这里开始爬 要爬绳子 80米高度 到上面这个崖口 一个平台 一个小平台 在这个地方 继续爬 陡坡 很陡的 150米 那么上面因为路势比较多 风鞋比较大 那么我建议你 如果你上到这个崖口以后 你可以在这里停止 然后由我们专业的队员 上去给你取样本 从您这走 我这已经快 小心翼翼走了十多分钟后 考察组来到了斗崖脚下 接下来 就要利用事先布置好的绳索 垂直攀登 哇 就从这爬是吧 对 方队长十分细心 他注意到记者头发较长 拿出头巾帮忙整理 他告诉记者 攀岩存在许多不确定风险 在空中出现状况 头发绞尽绳索 以及遭遇落实 都是攀岩者的噩梦 对对对 轻则受伤 重则可能危及性命 这样是这个是吧 就把脸露出来 对对对 这样就行了 对对 这个等一下我们爬的时候 这个动作要领就是 首先 嗯 你这个手 只是保持平衡的 嗯 不是这个人上去 不是靠手拉上去 嗯 如果你是靠手拉上去的 你爬不了多少 你就爬不动了 嗯 大家所在的位置 是绝壁的正下方 直备帽里 就在方队长叮嘱操作步骤 和注意事项的时候 另一组队员正借助航拍 观察山形地貌 能不能再拔高一些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们现在慢慢升高 这个原石这个地貌 给它反应范围大一些 嗯可以的 对 随着航拍器不断升高 整个石维岩周围的形态 完全呈现在镜头里 当上升到海拔八百米左右时 石维岩及其周边的低山 呈现出一种近似圆弧状的 构造轮廓 这样的形态意味着什么 石维岩又为何能够鹤立鸡群 长久屹立呢 邱教授认为 只有仔细分析岩石样本 才能做出结论 随后 他注意到面前的一座崖壁 有些不同寻常 对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崖壁上面这个岩石 它是碎块状的 在地质学上 它就是有一个叫火山角栗 它是个角栗的碎块 镜头中的崖壁十分破碎 而他恰好 位于攀岩队伍的路线上 对此专家不免有些担心 这可真不好爬呀 蹲直 蹲直 好 对 继续抬抬 上升机 推上去 对 就是这个动作 你不是上去的 现在比我高了 按照方队长交代的步骤 记者渐渐远离地面 很快悬吊在了空中 但是 因为并不熟练 上升的每一步 都格外费力和艰难 看起来 想 右脚往下蹬 使劲往下蹬 对 这样就上来了吗 往下蹬 对 这一直在走啊 你坐在那里休息 尽管队员们已经分外小心 但意外 还是发生了 可以踩的 嗯 往下蹬 对 指头 指头 是不是踩下去了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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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事 打到你们了吗 打到他眼睛 打到眼睛了 你们不要动了 你们不要动了 原来 刚才的落石 直接击中了山崖下的队员 虽然伤口不大 但位置靠近眼睛 十分危险 哇 炒到眼睛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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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安全考虑 队长建议 立即终止攀岩行动 这个有贡献 我的建议是不辣 就是让这个 下来 下面人有这么多 你在这个人在绳子上面 你就没地方避 这个风险很大 下来就是把 到这个位置 就把你救援下来 在与方队长仔细商量后 记者决定 就地采集半山腰的岩石样本 随后返回地面 该由专业队员继续前往封顶采样 十分钟后 记者安全返回地面 啊 好 站起来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你长时间掉了 血液不循环的吧 嗯 这个脚整个麻了 等大家都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区域后 几位富有经验的队员 开始向上攀登 尝试蹲顶 而记者 则返回邱教授所在的平台 在航拍器中 关注着崖壁上的情况 现在是八十米下去了 现在你们到了八十米的顶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我们在下面这个无人机拍就知道 这个地方就是火山角栗 一个个都是角栗 这个 然后拍到上面去之后 上面还有一块整个就是高领土瓷土 强风化的谱了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很明显 所以这个矮的这个山 在这一座山里面 这个整个是个破碎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考察组的心紧紧揪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对讲机终于响了起来 我中顶了 已经到顶了 已经到顶了吗 对对 就已经到顶了 你们稍等一下在那里取个样本 一个多小时后 林间出现了登顶队员们的身影 没受伤吧 没有 这个是顶部 教授您看看 对 这是顶部 这是巴石的 巴石的 就是翻圆 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风化程度高一点 那这个大哥已经登顶了 那石维园那个顶上面是什么情况 我特别想知道 上面它就是一个树林 树林上面就是 就那个岩壁 就那边去那边看出来 它的岩壁是红色的 那就是铁氧化的颜色 氧化 我们可以跟 跟三脚下和半山腰的颜色 做个完全的对比 几百米高的一座山峰 是由一种原石类型组成的 就是一种扳岩 使火山的岩浆冲到地面上来 有的甚至还没有冲出来 形成了一个 而且很坚硬 哇 真的好坚硬啊 这周围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 自然景观 那么跟这种岩浆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专家提醒我们 石维岩周围的山体轮廓 近乎一个圆弧形 这与之前考察过的十二峰 居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第二天一早 考察组再次来到石维岩脚下 这里面就很密集的练系 看看地址图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就站在这个断裂带上面 两种不同原石的一个 这么多都是火山岩 火山流岩 这个时期都差不多吗 都是 都是早白二世 现在大概一亿多年前 应该说整个亚洲东部 就这个时候就是火山活动 到了鼎盛时期 十二分在更西边 它也是火山 也是火山 也是个火山群 紧挨着的 像兄弟俩一样 那他们俩是火山口吗 像我们这个石维岩 原来是火山口 现在被斑岩堵住了 像十二分 它这一片好几个火山口 我们这个石维岩 就是斑岩形成的 更硬 而且是孔系度 烈系度的小 邱教授认为 正是与众不同的岩石构成 造就了一枝独秀的石维岩 石维岩它是这种斑岩体 所以周围都是火山岩 一个斑岩体从后面穿到火山盆地里面去 然后通过地质构造台深的时候 它台深上来 周围的火山岩强度没有太高 经过几千万年的这个分化作用 周围的火山岩都分化波湿了 就它一驻晴天独立出来了 大自然把古老的岩层 波湿成千姿百态的盛景奇观 塑造出这片地区壮美的山川大地 同时千百年来 曾被风雨润泽烈火锻造的这片山川 也浸润出了这方百姓强韧的性格 塑造出了他们不屈的秉性 陈鱼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且它的故事 也与永家齐风之一的芙蓉三崖 有着莫大的联系 南宋末年 援军冰封直至江南 铁体所踏之处生灵涂炭 公元1276年临安失守后 援军攻入永家 家国威王之际 陈鱼之带领家乡百姓 展开了殊死的抵抗 他是南宋的时候一个进士 但是这个仕途并不是很平顺 比较早回到了老家 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宋末的时候 袁桃大举侵入南宋 永家这个附近 出现了很多抗原的姿势 而其中这个陈鱼之 是一个最初出的典型 绿杖山位于南西江下游 公元1276年攻陷温州后 援军沿南西江向北 进入今日永家县陷阱 绿杖山是当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的重要屏障 我现在呢是站在绿杖山上 现在我的西南方向能看到啊 是一片冲击平原 如今的这个永家县城呢 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七百四十多年前 陈鱼之呢就率领当地的军民 利用这个山势 在两山之间阻击敌人 一场恶战由此展开了 当时京谷齐鸣 杀生震天 南宋军民溢血奋战 无奈敌军弃势凶悍 陈鱼之和众乡亲寡不敌众 最终退回到家乡芙蓉村附近 援军如潮水般涌来 平原欲敌毫无胜算 如何才能克服不利因素 便劣势为优势呢 陈鱼之将目光投向了村庄西南的芙蓉崖 芙蓉崖又称芙蓉山崖 三座历经千万年风雨的山崖 一字排开 臂力千韧 气势微压 火山岩的崖壁色泽赤红 远处望去 宛若三朵绽放的芙蓉 而芙蓉村正因位于芙蓉崖下而得名 通过查阅资料考察组得知 陈鱼之率领近千人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登上芙蓉崖 难以想象的是 他们从此在芽上坚守了上千个日日夜夜 在缺一少凉的荒山之巅 这些人人志士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为了寻找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敌过往 探索这方山水的地理密码 考察组前往芙蓉崖 盛夏时节草木苍翠 野花在阳光下绽开笑颜 山林被清晨的露珠润泽的碧绿青葱 考察组首先来到芙蓉三崖中的南崖脚下 抬头仰望 海拔六百多米的南崖 在云雾中飘渺挺拔 当年这里正是陈鱼之御敌的大吻营 巨型的火山岩斗崖 粗糙的颜面 遍布的结理 都曾见证了惊心动魄的战事 那个冬天 登上南崖的永家军民目睹了惨烈的一幕 山下的村庄燃起火光 援军的号角淒厉的冥香 南崖之上 军民们色索在凛冽的寒风中 凶残的敌军严酷的大自然 双重考验着失去家园的人们 一千多号人要在这地方 局限抵抗 进行长期的抵抗的话 那确实非常不容易 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当时的陈鱼芝是如何 在大敌当前的不利行事下 忽悠危难中的家乡父老 为了找到答案 考察组向南崖顶端行进 两小时的艰难攀爬后 我们来到了海拔六百多米的南崖顶端 终于上来了 我们很是飞了一番周折 但是现在我已经站在这个南崖的这个顶上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啊 这个崖顶非常平 现在目测看起来大概有八九百平方米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很宽广 教授 这个地方一般这个崖顶啊 咱们都知道比较尖哈 对对 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这么平呢 呃我们这个应该叫平顶山 嗯 就是说自为火山沿地 往往会有平顶山 嗯 因为火山喷出来 它那个火山的流面 几乎是水平的 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查阅资料后 考察组得知 当年凭借险要的地势 漫山的滚木石块 武区的抗争精神 南西江的儿女在陈于之的号令下 对侵犯家园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 先后打退援军数百次进攻 久功不克的援军随即改变了打法 他们在山下严密不空 欲将南宋军民们困死在山崖上 于是如何保护家乡父老的安全 如何得到充足的吉养 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陈于之眼前 现在是风景乳化 但是当年是兵戈铁马 确实是非常一个壮烈的场面 研究显现 南西江中上游区域 除芙蓉崖前不大的平原外 全部是连绵的群山 700多年前 正是这些大山 成为了拦截追兵 护佑百姓的屏障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形比较复杂 用地很紧缺 那么两近以后 大量的北方人 可以牵运这方 根地是不够的 他们就是在一个小的河流 有被滋留嘛 滋留再进去的这个小的山奥里面 就开垦那个替田 有澳就有村 因为有澳就有地 有地就能养人 吴教授介绍说 两近之后数百年 南西江流域的群山间 出现了无数大小不一的村落 出于交换食盐 药材的需要 村子之间有山路相通 渐渐地形成了特有的山地经济和交通网络 正是他们 使困守芙蓉牙的军民 获得了生机 当年这个当中计养怎么来的 就是附近的这个 后面这个深山里面的一些自然村落 一条条小路 就像人的这个摩西西馆那样的 这个康原的这样的基地 提供各种计养 时间到了公元1279年 陈鱼芝带领军民 打退敌军无数次进攻 没有援军缺衣少粮 伤病饥饿和死亡 没有一天不再考验着他们 但人们始终坚守 然而最终 他们等来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 公元179年3月的时候 南宋的末代皇帝赵明 跟陆修夫他的丞相 一起跳海自杀以后 这个消息传到芙蓉牙抗原的这样的降噪 以后 他们感到全部的希望已经消失了 芙蓉牙上哭声一片 家乡尽毁 淡尽粮绝 没有消磨掉军民的意志 但国家轮亡 无情地撞击着每一位守牙者的心灵 崖下 敌军再次发起冲击 山河破碎 残阳如雪 在深情回望了家乡最后一眼后 重新披挂一粒南芽的陈修之 猛力挥鞭 瘦削的战马一跃腾空 带着那个伟岸的身躯 向深渊落去 七百多年前 陈修之就是从这儿跳下了山崖 当时跟随他的数百将士 也由此跳崖殉国 国破家王之际 永家居民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尊严和荣耀 他们的精神就如同这座壮丽的山崖 那样刚直 伟岸 不屈 今天 芙蓉三崖下的村落依旧生机勃勃 在当年的芙蓉崖保卫战中 敌军将崖下的村庄悉数烧毁 直到百年后 芙蓉村才得以重建 人们为了祈愿平安 祥和 重新规划了村庄 并为先祖先列修建了祠堂 让子孙后代永世铭记 仙人的风骨 时光荏苒 南西江这方水土依旧山峰峻浪 江水灵秀 千百年来 他依然保留着甜淡安静的气质 如同血脉养育了坚韧勉勉的勇家儿女 如今 他们沐浴着山川的恩泽 秉承着祖先的传统 在青山绿水间 续写着南西江更新更美的故事